弟兄姐妹,主内平安,欢迎收听《清晨甘露》,今天是10月24日,我们要默想的主题经文出自诗篇104章16节 耶和华所栽种的,都满了枝江,没有枝江,树就不能茂盛,甚至也不能存活 活力对于基督徒是很重要的,必须有生命,生活的根本乃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,不然我们就不能成为神的树 徒有基督徒的名字是死的,我们必须充满神的生命,这生命是奥秘的 我们不懂枝江怎样输送,有什么力量使他升上,又有什么能力使他降下 我们里面的生命也是一个奥秘,重生乃是圣灵进入人里面成为人的生命所成就的一件事 这个属神的生命以后也必须靠着基督的血肉来养育,但他怎样来又怎样去,谁能给我们解说呢 枝江真是一个秘密,根在土壤中用许多小孔寻找食物 但我们并不能看到它们怎样吸取各种气体,或是怎样把矿物变成绿叶 这种工作是在暗中做的 我们的根在基督耶稣里,我们的生命乃是藏在他里面,这是主的秘密 基督徒生命的根和生命都是一个秘密 枝江是永远在香柏树中活动的 基督徒里面的属神的生命也是蛮有活力的 并不一定常常接果子,乃是在里面用功夫 信徒的德行,每一种都是永远不间断地活跃着嘛 但他的生命在里面却是不停地动着 他并非常常为神做工,但他的心却总是靠他活着 有了枝江树木自会茂盛,结果 所以一个真正健全的基督徒也必在言行方面表现出他的美德来 如果你和他说话,他是不能不谈说耶稣的 若你看他的行为,你必看出他是跟过耶稣的 他里面有很多枝江,他的言行必充满了生命